大家好 我是小白 我们这节课继续 我们上节课做了这个游戏 结束它的一个动画对吧 我们把这个输出关闭掉吧 要不它一直在输出 log里面这个 block里面这个log对吧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这做了做了这个游戏结束的判断 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弹出一个游戏结束的界面 来我们这个把游戏结束界面做一下 我们这创建一个 空节点 叫layer ra y1 layer over 它里面有什么呢 首先我们给它创建一个背景 单色精灵有一个背景 bj 干黑 是个黑色的一个背景 它大小就是7201280 就是铺满整个屏幕的 7201280 这样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对吧 我们给它一个透明度 叫200吧 透明度 然后我们再添加什么呢 添加一个label label label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分数 分数 分数 当前的分数 我们这把它缩小一下 当前的分数 同样我们给它一个字体 六十 五十吧 哎呀我们这怎么锁住了 嗯 是我刚才不小心点了什么吗 没有关系那那就这么着吧 反正我们输入数字 它是显示的没有问题的 对吧 嗯我们让它大小等于50 然后它底下还有一个 有一个按钮 UI组件 button对吧 button 嗯叫replay 这里我把那个按钮的图片再加进来 我 有两个这样的图片 我加了按钮对吧 看 这是button组件 加了个button组件 它底下 底下是不是有个barground 它是不是spread 精灵组件 对吧 精灵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替换图片就行了 对吧 应该是这个图片 一个西瓜的图片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西瓜的大小多少 对吧 272 270 对吧 272 270 那我们选中这个button 一定要选中上面这个啊 然后改它大小 272 270 大家看这里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button这个文字啊 是不是它底下这个label组件啊 对不对 我们把它删掉我们就不需要有这个文字 我们把它删掉 给它挪一下位置 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嗯 有点太大了 对吧 有点太大了 我们让它缩小一点 其实它的宽高也是一样的 272 270差的不多 对不对 那我们让它是150 150 有点太小了 180 180 180 嗯 可以差不多 就这么着吧 这是一个按钮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它应该是 是一个最高分 我们创建一个精灵 叫 sp-best best 最高分一个图片对吧 就是这个 相当于是金牌这样的一个东西奖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放到底下 我们放到这个位置吧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个 label组件啊文字组件对吧 label label best score 那我们这个奖杯让它小一点吧 太大了 乘以0.8 乘以0.8 还是有点大 再乘以0.9 乘以0.9 我们宽高 那它等比例变小一点对不对 这是它的最高分 放到这个位置吧 y是195 那我们这个分数它是不是也是195啊 它们在一个水平线上对吧一个水平线上 然后呢我们让它字体大一点50 那它的高度也是50 颜色我们给它换一个红色吧 最高分红色 然后我们最高分 比方我们输 输入它很大 对吧 这个值大的话 它是 向左右 这样 嗯增加的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它锚点 s轴方向量它等于0 对吧 如果这个数值再变大 它只是向右增加 对吧 向右增加 我们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 默认我们让它是0 最高分是0 嗯可以就这么着吧 其实就 就几个东西啊 一个是 分数对吧 一个分数一个是按钮 放到下面 一个是一个图片 最高分 这是最高分 这个 label组件 对吧 然后我们点击 这个replay 就相当于再重新再玩一局 就是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继续游戏 目前我们就加这么多 然后我们在代码里面增加一下 这个label这个界面 layer over 对吧 cc.node cc.node 默认呢 它是空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界面肯定是隐藏的 对不对 肯定是隐藏的 我们写到上面 Altu等于false 什么时候显示呢 是不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它显示啊 也就是game over的时候 对吧 game over的时候 game over它并不是立门显示的 它有一个动画 对吧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动画 动画播放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让它显示出来啊 那等于true 那不动画 我们怎么什么时候判断 这动画播放完没完啊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时间算出来 这个时间 也就是我们在这儿 做一个最长时间 就是它动画所用到的最长的时间 f-time long long time time long 就是最长的时间 刚开始我们让它是0 都判断 如果它要是小于 我们这也做一个变量吧 f-time 就等于 我们所用到的这个时间 对吧 所用到的这个时间 如果我们的最长的时间 要是比它要小的话 我们是不是让最长时间 就等于它呀 对不对 这样我们求出来 它肯定的肯定就是 所用到的最长的那个时间了 对吧 所以用所用到最长的那个时间 那我们做一个计时器就行了 我们计时器也做过对吧 也用过 我这就直接写了 用多长时间呢 这是我们最长的这个时间 对吧 最长的时间 我们再让它加上个0.05吧 也就是 它们所有的都爆炸完之后 我们再加上个0.05 让这个界面显示出来 0.05有点长的话 我们0.02吧 来我们运行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报错了 对吧 这是因为我们声明了 那个组件没有关联 对不对 我们声明之后 之后一定要关联起来 这是我们在运行 来我们来一个游戏结束 看一下效果 游戏结束之后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基本上是不是出来了 这有点太快了 我们再让它 加上0.05吧 慢一点出来 大家看 这个按钮 还是有点问题 对吧 出来之后 大家看这个按钮 我们移动鼠标的时候 碰到它 它是不是变成变成这样的图形了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按钮 这是不是有几种状态呀 这个是 正常状态 它也是Spring的Firm 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 没有问题 然后呢这个是按下状态 按下状态的按钮 背景图资源 它变成这个了 是不是变成它了 对不对 变成它了 那么这个呢 悬停状态背景图 是不是变成它了 所以它会显示 哎呀我们这 这样我们上来 就让这个界面显示 layer over 让它等于true 所以它它会有这种状态 移动 悬停的时候是这个图片 然后点击的时候又变了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改一下状态 这是过度的一个类型 我们换一个换一个放大缩小的类型 这个就相当于是用0.1秒钟 让它放大到1.2倍 就是点击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再看 是不是有了 我们点击是不是有个放大缩小的效果呀 对吧 放大缩小效果 哎这里我们还有个问题 大家看 我们点击 这已经出现这game over 这个界面了 但是我们点击还能继续玩 对吧 还能继续玩这个游戏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游戏结束之后 产生这个game over之后 是不是就不能点击了 对吧 再点击就没有效果了 是不是应该这样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这是不是有一个bj黑 对吧 就是这个半透明的这个 铺满整个屏幕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我们在它上面再加一个组件 UI组件 这有个block input events 我们加上它 我们看一下 该组件将解拦截所有输入事件 防止输入穿透到屏幕下方其他节点 我们看一下 加上它管不管用啊 哎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反应了 只能点我们这个game over 这里面的这个东西对吧 我们再点没有反应了 对吧 我们把那个事件来结束了 没有问题啊 嗯 那还有问题 刚才我们加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没有加这个这个组件 对吧 对吧 我们运行 我们看 这生成生生成的这个元素块 是不是在 这game over界面之上啊 对吧 是不是把这个game over 你看 如果在如果在底下 它应该有一个半透半透明 它是在这个界面之上的 所以它显示它的比较清楚 对吧 所以我们的game over呢 layer over 我们的 嗯 那个排序 在兄弟节点的排序 就是那个z in death 对吧 z in death 我们让它高一点 我们让它等于9 这时候我们再看 你看这些按钮是不是在这个界面下面了 对吧 下面了 这些元素在这个game over这个界面下面了 这是我们刚才做的这个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添加一个组件 对吧 嗯 是 就是 ui组件 black input events把它添加上 嗯 这样就不能再点击了 那我们刚开始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等于force啊 是吧 点false 行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吧 这节课我们主要添加了一个game over 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下节课再见